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IT视频 再做一个什么样的IT视频 是这样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我正在寻找一个 除了这个ViuStudio Code之外的原代码的编辑器 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了 也就是说 我目前一般我做这个课程 还是我在这工作中开发的原代码编辑器 我用的都是这个VS Code的 对不对 但是VS Code也有它自己的问题 比如说它对Luby支持的就不好 当然说了 它这个通过插件都可以支持 但是包括这个代码的自动完成 包括这个代码的提示 好像这个ViuStudio Code 做的还不是说特别好 现在特别好是哪个 这个Intelligent 这个我也承认 这个Intelligent在这个原代码的自动完成方面 确实是领先一筹 不过因为做Intelligent的话 它是个收费软件 对吧 很多朋友都不太喜欢用收费软件 那么我也其实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 VS Code是好 但是它在这个代码自动完成方面 做的不是特别好 那么有没有比它更好的 我找了很多 没有找到 所以我就一想 如果想超越ViuStudio Code 那么靠谁 只能靠微软自己吗 对不对 所以我呢 就上了这个ViuStudio的官方网站 今天呢 咱们就想看一下 ViuStudio比ViuStudio Code更好的工具 有没有 当然有了 就是他的老大哥 ViuStudio ID ViuStudio的企业版 我想呢 ViuStudio ID ViuStudio Code 他爸爸 还不能叫他爸爸了 他哥哥 能不能够超越VS Code 能不能在这个原代码提示方面呢 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功能 以前因为我用过 这个ViuStudio的企业版嘛 因为我们公司以前做.NET比较多 原代码提示 包括这个项目管理呢 还是非常的好啊 我是非常喜欢ViuStudio 不过后来做Java的话 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 不过现在我们公司做一个老系统 作为老系统维护 我甚至现在用的是 ViuStudio 2005的这个Express版 当然也是免费版了 所以我就想 既然ViuStudio Code是免费的 那ViuStudio的ID是不是也免费吗 当然 他这个ViuStudio 他分为几个版本啊 有一个叫做社区版 它呢是免费 相当于咱们用了这个 Intellity的社区版也是一样 不过呢 ViuStudio的社区版有什么好处 他提供了据说啊 因为我还没有下载 没有安装 今天咱们安装啊 他据说提供了所有的企业版的功能 但是仅限于给个人使用 那OK了 我反而也是个人用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我想做一个视频 咱们记录一下 这个ViuStudio Code的老大哥 ViuStudio IDE 它是一个什么功能 它是一个什么安装过程 咱们在它基础上都能够干什么事 这是我今天做这个视频的意义啊 好 那咱们先少去马上先下载一下啊 大家请看 这是它的官网 今天咱们从下载开始呢 做一个下载安装的视频啊 好 那咱们一起试试吧 首先咱们这个是ViuStudio的功能 咱们一会儿呢 在安装时呢 再看 咱们先点击下载 进行下载啊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下载Windows版 首先说 它支持Mac版 但是今天咱们下载Windows版啊 Windows里面大家看 有三个版本嘛 对不对 呃 个人版也是收费的 企业版收费 咱们下载社区版 这是不收费的啊 对不对 好咱们试试啊 Go 我点击下载社区版 诶 怎么今天上微软网站这么慢呢 好 我看啊 这是更感谢您下载 如果您被开始听 点击此处重视 咱们重视一次 我下两个 我去 不用重视啊 咱们回来之后 然后 我把它下载到了 我本地的这个 download文件夹 还真下载两个 我删一个啊 好 然后呢 咱们进行一下安装 试试看啊 Go 咱们看一下 这个安装过程 是个什么样子啊 这个窗口可以关掉了 哦 这不要 这是需要咱们这个观点权限啊 它安装它的 咱们回到上页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其实我也好像 实际上没有用正式的 这个VoSuite的版本了 咱们看看它 都给咱提供一些 什么新的功能啊 哦 我看一下啊 那个后台上的安装 咱们看一下 这是团队集成 还集成Git 这Git真的是 其实微软以前 有一个叫做什么 这个VoSuiteSource 是吧 VSS 那个其实也是不错 但是 对这个Git和这个SVN来讲 还是稍微差一些啊 所以现在可能 微软自己也不用 自己开发的 一套原代码的 管理工具了 让咱们看看 提供更多的实时操作 VoSuite还有实时操作 大家请看 这个界面一看 就是非常的美观 非常的好的 这个原代码的界面 对不对 这个我非常喜欢 而且大家请看 它还支持Mark版本 这个也是非常的好 稍等 看我后台 是不是开始安装了 VoSuite在开始之前 首先 你得先安装 我OK 同意 不是同意 是继续啊 正在下载 需要下载67兆 不可能只有这么少啊 我估计得有10 有10个G吗 10个G有点过分啊 4 5个G 我想至少应该是有的 咱们先安装这个 Installer 我看啊 咱们现在装是2017版 没有说的 版本是15.7 然后它支持Mark版 这个非常好 为什么支持Mark版 我想在这说一句啊 因为 我不用说这鞋了 因为这个VoSuite ID 它支持安卓和IOS的开发 那么咱们想开发IOS的话 或者说咱们想开发手机应用的话 那当然它应该支持Mark了 才对不对 否则的话 它怎么开发这个IOS的应用程序呢 而且大家请看 这种原代码的界面 我是非常的喜欢啊 但VS Code也是提供先用功能 OK 我看啊 它适用于Windows和Mark的VoSuite ID 开发适用于Android IOS Mark Windows Web和Cloud 这个云服务 没有问题 快速变写进的代码 快速调试 调试功能 我是说 VoSuite Code是非常非常好 没有之一 以前我用过这个Eclipse Integer 我都觉得 都觉得 虽然也都能调试 但是都是没有VoSuite 真正的这个企业版做的好啊 正在下载安装 OK 那咱们再等一下 计划看 然后它有一个叫做VoSuite App Center 这个应该是 咱们用VoSuite进行开发APP之后 如何发布 发布管理工具 应该是用这个 当然Android和这个苹果也都提供它自己的 我看这个是VoSuite团队系统 这应该是版本管理工具 敏捷开发 其实这种东西啊 用这类似这样的工具 它不是说能够管理代码 它根本是管理咱们的开发流程 稍等我看一下 撞完了没有 咱们现在仅仅是下载一个VoSuite Installer 咱们先下载一个简装的引导文件 然后咱们下载这个Installer 我看一下 这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他问我想干什么 是吧 我看啊 我想干什么 首先说 建立VB Java脚本 或是C++的 但是它要基于开发 这个统一的Windows平台的 坏话说 这是UWP的应用程序 我现在一般很少做Windows开发 除了老系统 我维护用它 这个咱简直 PASS跳过 这开发.9的程序 这是开发 比如控制台的用程序 用到C Sharp VB C Sharp我用的是N多年 这个没有说了 当时我从多少开始用呢 非常非常老的班们开始用 目前我们公司 不过我们公司现在的系统 只用的是VB 老系统 日本公司都是老系统 这个展示先跳过 桌面开发 这是.9的桌面 这是一般的桌面 这个有什么趣 这是C++ 这用到MFC之类的 现在这当今年的还有MFC吗 我真服了 如果要开发桌面的话 肯定是 我看不是这个.9的桌面 就应该是这个统一Windows桌面 问一下 因为统一Windows桌面 你还可以放到这个 Proface 可以放到各种各样的手持设备上去 一般如果您要想学的话 推荐这个 好 再往下看 外部开发 这是咱们重点 外部开发 我看 这个是 ASP.9的应用场景 一般在企业内部用比较多 但是在企业外部 或者说您做个网站 用ASP还真的就不多 所以这个跳过 这个Ajul 这个我以前听过这个微软的讲座 专门是微软官方的技术员 来给我们讲座 当时Ajul是刚出 一班 我感觉这个云服务做很多 而且当时 这个微软的员工 跟我们讲课的时候 它其实还出巴格的 跟没有讲一般出巴格 这个太丢人了 接下来 蟒蛇开发 这个是我今天要选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想再做一些课程 专门讲解蟒蛇 你稍等一下 这蟒蛇怎么占了2.1个G 我把它去了呢 就说 我在什么都不安装的前提下 需要花费我大概597兆 那咱们先把它挑上 NoteJS开发 咱们肯定要挑上 NoteJS是我一直要用的 对不对 3.32 3.23G 然后 接下来 这是数据库的存取 SEO Server SEO Server 不要装 现在真的是 咱们若是做网站的话 谁用SEO Server 反正我们是不用 咱们用什么 MyServor和PostGrid 对不对 这是什么 这是数据科学 数据科学和分析 知识语言 建立数据科学应用程序 包括蟒蛇R R语言 好像我有个朋友 他们公司用R语言 F Sharp 这个我就没听说过 这个怎么用 有什么好用的 我真不知道 不过 可能有个咕噜寡闻 有时间学一下 咱们目前 科学 展示先不装了 咱们跳过吧 Office 这是SharePoint 这个是做Poto 这个展示先不装 再往下看 手机开发 我想这个开发跨平台的安卓 这个我应该想做 而且大家请看 它还能够开发游戏 用这个Unity Unity有自己的开发工具 它干什么 咱们要用这个微软的ViewStudio呢 这个有点奇怪 咱们如果想用这个Unity 开发游戏的话 咱直接就装Unity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这个是Mobile开发 这个是编辑 IOS 为Apa 7的Coloma Coloma 这是这个Hybrid 这个如果是您要开发手机 我极力不推荐 使用这个Hybrid方式开发 您要开发就用原生 换句话说 如果要装的话 咱们装第一个 这个是手机开发 使用.net 我试试啊 我点一下 看看这个资本空间占多少 16个G 我的天 我先把它去掉 要不今天咱们这视频装不完了 如果说装这个Unity呢 游戏开发 用多少 6个G 你看 这还像个人 这像个人 看看 如果是咱用这个Hybrid的话 看看占多少G啊 几乎就不花什么时间 不花什么空间 那我把它先挑上吧 接下来是4++开发 CX开发几乎就很少吗 其实如果您想做专业的游戏开发 不应该用这个UT 应该用这个职业的C++的原生开发 用这个DirectX 不过这个稍微都有点难度 接下来还有什么工具 看VoCO的扩展 这是增加插件 然后包括命令 代码分析 然后这个是Linux开发 集于C++ 这个是.net核心开发 点核心 点核心跨平台 这款加快平台应用程 就使用.net SP 和HTML JavaScript 包括Docker Docker以后也是我想做的一个 做的一个这个视频 因为它可以这个定制咱们自己的虚拟机 加平台快发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我看我挑之后会花多少空间 试一下 3.47现在 7 我天7.92 有点大 那咱们目前来说 先装一个这个手机的 扎了脚本的开发 然后呢 咱们再挑上一个 蟒实了不行 我现在先不挑了 哦 挑不挑蟒车也要占到三个G 我挑之后呢 如果我这个none.js不要呢 2.3 none.js比较花时间是吧 none.js开发 可这我还真的就想挑 因为我 我挺想用它开发一下none.js 看看和这个VS Code有什么区别啊 其他的暂时先不要吧 稍等我挺一个 我先看你占多大空间 17个G 真不愧是VS Code的企业版 诶 稍等 大家 我什么都不装了 现在 怎么这还是 我刚才可没有这么多呀 把这个去掉 这就下来了 3点 他这计算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老大 3.5 真是3.5 我都有点不放心啊 好 那今天咱们就先装这几个吧 一个是蟒蛇 咱们要装 因为以后我想做这个 Tensor VL教学嘛 然后none.js要装 OK 然后咱们再装一个这个手机开发 看这个什么效果 好 试一下 Go 哦 我看到它正在下载 是吧 应该是 我其实还应该再装语言包 以后吧 因为这个可以随时定制嘛 对不对 需要下载大概900兆 因为我网速还可以吗 你看每秒钟达到了5到6兆是吧 网速应该还算可以啊 行 像它下载着 咱们不管啊 咱再看看这VC号什么功能 重新定义了代码变运器 这话说的非常的这个臭了 比如说这个乔布斯 重新定义了手机 罗永浩重新定义了TNT 是吧 重新定义了工作站 咱们用C6 怎么也重新定义了代码变运器 怎么定义的 我看啊 在任何操作系统上 编辑和调试用程序 然后是内置了GIT支持 这个不用说 超过4000个扩展 咱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点一下 咱们弹出一个新窗口 不对啊 这是VSCode的扩展 不VSCode 先不共了 它不是这个企业吧 然后VSCode 它的订阅和开发的 Essential Essential是必要功能 对不对 使用心全意提升自己的技能 OK 这个蟒蛇 真的是今后一个方向 因为Google开业完了 Testflow 这个智能AI的话 以后确实是一个方向 现在智能AI的话 真的要现在开始投身进去 比如说某个大学 要开这个课程的话 我估计学的人 肯定会非常的多 因为今后毕竟是 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 对不对 我也准备今后做一下这个人工智能的 我也学习一下 然后我也做一下这个教学视频 按照我的这个小马士的风格 咱们来做 我看 这个VSCode 下载 然后这个code 这都看过了 产品 我看一下 VS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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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 移动开发 然后IOS Android 还有Windows Windows 现在真的是不太普及 太普及的话 肯定应该也要装 不过我觉得装一下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日本的游戏公司 他们声称用C Sharp开发 我前两天去过一个公司 他们就是用VSCode开发 好 咱们再看 这个是微软的一个手机开发框架 是吧 叫什么 虾马林 虾马林 这我不太会骗 是叫虾马林吗 它是和VSCode 做的无缝集成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工具 但是怎么用 我今后也需要研究一下 因为今后我想把这个 我工作的重点 放在这个移动开发 以及这个人工智能AI 这是我今后给自己的一个 IT方面的定位 VSCode用中心一些都能 还能够可持续化开发 每天每日集成是吧 这有个Object C什么意思 难道说它编的程序 会动态转换为Object C之后 再进行编译发布吗 有的可能性 Azure 这个是微软的云服务吗 然后这是使用Unity的游戏 这个我看一下 使用Unity和VSCode 进行跨平台游戏开发 还能这么干 因为前段时间 我学过一段时间 这个Unity 说句真心的话 虽然它用的是C Sharp 我比较熟悉的语言 但Unity的这个UI设计 我真的是不喜欢 真的是不喜欢 包括它默认的 给我带的这个物理眼情 我也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好 我看使用VSCode 与无有伦比的Unity引擎 生成2D 3D的游戏 来创建一次可以超过17个平台 因为它包括这个游戏主机 包括所有平台可以统一了 开发 应该是没问题 这Unity好在它免费 对吧 不过一般都要交费的话 可能会享受更多一些 然后更多的快平台开发东西 使用炸的胶本混搭 咱们刚才不是装了一个吗 叫这个Apa接 这干嘛的 这是开发这个Hybrid的核心 也是不错 和它的相应的金融对手 叫做Fungap Fungap好像 这个使用率稍微多于这个 这叫什么Colodoba 日语叫Colodoba 这叫什么Colodoba 是吧 稍微比它多一些 Fungap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以前也开发过这个Hybrid 但是开发完之后 我就后悔了 我以后再开发 我肯定不喜欢这个Hybrid 我用的是这个Titanium 这怎么翻译的 Titan Titan 我以前用的是Titan 我在用的时候 当时几点而零 我都忘了 它这个框架本身有bug 我还帮它去调bug 调了我这个烦 因为当时不就是用这个HTML 包括这炸的胶本进行开发 所有的这个UI设计 它没有一个UI工具 都是完全基于炸的胶本自动生成 我当时自己还做了一套框架 结果没想到我找到了bug 什么叫bug 就是同样代码 你多次运行 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这就叫它框架的bug 不是我自己程序的bug 这另外的话题 英国航空公司 英国航空公司 向其四万多云 成员提供 随时代科学院设备 这干嘛呢 OK 然后分为 VSO分为三个版本 哪三个版本 其实它应该给我一个 三个版本的区别 是吧 我看这文章有没有 给我讲到这三个版本的区别 这有一个 这有一个功能 我看一下 所有功能 这个没有讲到它的区别啊 我点下所有功能看一下吧 它会不会讲到 VSULIO这几个版本的区别 咱们现在看到三个版本嘛 社区版 个人版 企业版 对不对 它有什么区别 我下载完成 大家请看 我的速度还不慢嘛 现在安装有点慢啊 英国虚拟机 这个没有办法 我看一下 都能干什么 都能干这么多事 但是没有讲到区别啊 这个不行啊 我想找到它的区别 我再开一个吧 我再开一个这个窗口 然后咱们找一下它的区别啊 这样的话 咱们知道它区别之后 就能够有地方使来 说我想使用哪个工具 稍等啊 我这敲上一个 诶 拷贝过来 我找到它的wiki 到它的wiki里面看看 有没有区别啊 跳过 好 看一下啊 这个是VSULIO的wiki 然后我看 诶 怎么跑到微软来了 稍等 看啊 这VSULIO的wiki 它说这个产品群 有code 这个不用说 社区版 Xpress Xpress是N年前的版本 现在应该是不用了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版本 咱们看一下它有区别 我现在点到这个社区版 咱们看一下啊 2014年11月12日 这个VSULIO Community 2013 正式呢 开始公开 然后呢 它是说在专业版 它是有专业版相当的功能 但是呢 它却说是不花钱就可以提用 但是就可以使用 但是呢 只有下面这些个用户和组织 才可以使用 哪些个 大家请看 各种开发者 我 大学关系者 大学一般老师给学生们教课呀 什么要用 这是未必要它的普及吗 OK 非盈利的团体和组织者 这个比如说 NPO 是吧 他们可以使用 然后Open Source开发者 这可以使用 像我 我自己还做这Open Source项目 还是不错 或者说 大家请看 开发者在五人以下的中小企业 开发者的五人以下 这叫中小型企业嘛 这就是一个手工作坊嘛 但是他就写了 什么叫 它是有定义 就是说PC的台数 在250台以下 或者说 用户数不满250 那还真是中小型企业 并且这个每年的这个收益呢 要在100万美元之下的企业 那咱们完全可以用的 对不对 大家请看 它是专业版的所有的功能 都可以无料使用 不花钱使用 而且呢 只要满足这些个条件就可以 那咱们一般来说 作为咱们学习来说 肯定满足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装社区版 我认为是绝对没有错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Express Express是我 现在工作正在用的这个版本 我用还是多少 不含笑 2015 为什么 不是 是2005 为什么 这是历史一流问题 因为我们公司 现在做这个系统非常老 以前那帮人 他们用的 就是非常旧的技术在做 然后呢 我现在是给他们维护项目 我说了 我说咱们能不能用些新的东西 没法升级 他现在好多库都是很老十年前的库 我说咱们现在的库 咱们想生意想买都买不到了 人家这个出这个第三方库的公司都不再维护了 可是我们现在公司却没有升级 所以不行 我们的公司这系统可能得需要重新再开发一遍 再构筑可能才行 他用的就是这个Visodio Express2005 好丢人的 让我看 企业版 标准版 下这个版本咱就不看了 为什么 没必要了吗 对不对 中级版 我天哪 中级版可能听这个MSDN 我知道 咱们现在用这个社区版足够了 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苦恼 我想安装什么样原代码的编辑器 首先说Viscode肯定非常好 但是呢 我认为 既然它在这个Viscode之外 又出了一个社区版 而且也是免费提供 就有它的长住 那就是今天咱们要学习一下的目的 好 我看中级没有 还有220文件 现在装了191 好 还差一点 安装进度是86% 我这系统不办 它当了大概900兆的文件 然后占我大概3.5G 不到4G的硬盘 还算可接受 OK 那咱们大家 中完之后一起来试一试 看看这个Visodio的社区版 都给咱提供一些什么功能 我是非常的感兴趣 只要还是那个老规矩 速度快 然后呢 功能强 那可能我还会用它 因为Viscode总感觉 太依赖插件 它内置的功能 其实本身不是很强吗 Viscode我甚至把它理解为 它就是一个框架 你在这个框架基础上 安装自己各种各样的插件 包括原代码的高量显示 原代码的提示 都需要咱们第三方安装 那还不如说用Visodio 都给咱做好的 非常成熟的插件功能呢 您说呢 咱们试一下吧 毕竟这个Visodio 空平体实在是太大了 我还没怎么装 大概就占了3.5G嘛 对不对 看看怎么样 希望能够给我争口气 回来之后 我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我看漏的地方 我总要还是看它的 这个移动开发 功能再点开 然后开发几个方案 有移动 Azure Web Web我看一下吧 游戏 我看游戏我先 看游戏 咱们看看游戏 都有些什么功能 就坏的话说 咱们用Visodio 都能够开发什么样游戏 咱们用Xcode 不用说了 肯定能开发更多东西 我看 DRX 这是微软自己标榜的 肯定没说 几品飞车吗 这个游戏好像我在哪玩过 这个路我开过好像 OK 这是另外话题了 然后Unity 它Unity进行集成 Unity集成到一个 无可比拟的平台中 以创建2D 3D的互动游戏 一个应用程度 可以发到21个平台 刚才是17 怎么现在变21个了 包括移动平台 WebGL WebGL 不行 WebGL 这个挑主机 Mac 然后PC Linux 还有这个Web 包括控制台 大型的什么叫控制台 发不过控制台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游戏主机 PS4 这个Switch 对吧 V 这个叫控制台 这个主机 然后它可以先调试 大型的 这个 这不是Unity吗 这哪是Vue Studio 如果 如果Vue Studio 如果真的能开发的话 那我还真的愿意 用它开发游戏 为什么 因为我用Unity 我用过一段时间 大概半年左右 我反正不喜欢 它提供这种UI 好 接下来这是虚幻眼情 是吧 虚幻4 这个看起来 这个 约代码编辑 看起来像是这个 像是Vue Studio 感觉也是不 但是有人说 这个虚幻4 这个太重 本身这个 这个眼睛太重 我想使用这个Vue Studio 进行编码 虚幻4眼情 可以与这个Vue Studio 进行顺利的集成 OK 这是个好消息 看起来 它是基于4++开发的 是吧 大家看这个代码的风格 都是基于4++开发 虚幻眼情也是不错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眼情 接下来Cocos Cocos Cocos是咱们这个 国人开发的一个 应用程序开发框架 它主要开发2D 对不对 但是它这个UI 也不是 它自己的UI 也不是这个 Vue Studio 这时候 怎么说 Cocos的眼睛 与Vue Studio 完全集成 哇 这真的都是好消息 以后我要开发 比如说 它最好的地方在什么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 我想用Unity开发 那我需要学习Unity 这条UI 对不对 我想用虚幻 需要学习这个虚幻的UI 我想Cocos 要学习这个Cocos UI 但如果他们这哥几个 都与Vue Studio 完全无缝集成的话 换句话说 只要咱们掌握到了 这个Vue Studio 基本使用方法 仅仅是这些个酷 之间的切换 那咱们真的是 对于咱们这个 切换这个游戏引擎 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我不知道他们这三个引擎 和这个Vue Studio 集合程度有多高 这是我今后 需要自己先去研究一下的 这个课题 如果研究好了 我再做视频 分享给大家 好 Ajul服务 这个不用看 这是它的云服务 这个肯定我不用 哇 现在装到了95% 现在正在装Codovar 这不是Codovar Codovar是日语 这应该叫Codovar是吧 我其实不推荐 这个Hybrid的开发方式 但是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肯定是基于这个 HTMI5开发 HTMI5加这个CSS 加这个CSS 加上这个Java教本 进行开发 应该都脱离不开 NoteJS这一套 OK 这是它的游戏方面 咱们再看看其他 NoteJS R语言 所有技术 所有解决方案 我再看一下这个Web 看它拿Web能够开发什么 比如说 我想想开发一个Java 用你的WebCode行不行 是咱们一个课题 如果真行 我相信 它的代码提示功能 应该不比Intellity差 这是我对WebCode的信心 因为我毕竟用了很多年 对吧 新式的Web工具 WebCode提供 这屏幕给我动一下 WebCode提供了创建和部署 新式Web应用所需要的 开放的工具和灵活性 我先不下载 大家请看 这个自动提示界面 我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毕竟是一路从山下学的时候 就是通过学这个WebCode 就学过来的 对不对 所以对它这个感情深厚 我看咱们可以使用ASP.NET 这肯定是不用 但是Node.js要用 蟒蛇要用 Java教本我也要用 来开发这个Web用程序 没有问题 然后使您可以高效语言 适用于HTML5 没问题 CS3 JavaScript的最佳编辑器 而且可以在项目的程度之间 进行轻松的切换 利用强大的Lite和SaaS Lite和SaaS是这两个CSI的框架 有时间我可以做一套课程 专门讲解一下 我这个Lite跟SaaS之间 我SaaS用相对多一些 好 软件容器生成调试 测试部署软件的容器 这是干嘛 Docker 它集成Docker吗 Docker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虚拟机系统 咱们可以说是 比如说有一个团队 一个项目经理 他做好他自己的一个 开发环境虚拟机 然后他生成一个Docker的Image 然后其他的项目成员 直接去下载 直接安装就行了 非常的方便 这Docker非常的好处 然后众多的平台 ASP core .9 core 这core真烦人 以前我学.9 还没有这个core的概念 应该是核心 然后这云幅 就不用说 现在外部 诶 Angula 这是什么意思 JQuery 为什么没有VUE 我看 它有Angula的提示吗 那一定会有VUE的提示吗 我看 Angula这些东西 凭借强大的外部框架 提高工作效率 哇 这是我最喜欢的 代码提示自动完成 这是我最喜欢的 VUE.9 包括 用你的客户端 账号脚本 Intellisense Intellisense应该是代码提示吧 智能变码 也为当前最流行的框架 如Angula Bloodstrap提供高一致 Bloodstrap 其实是不错 但是Bloodstrap 用人多的话 所有网站都千变一律 OK 大家请看 我这个 是不是已经装完了 OK 这是又回到了InSolar 然后他问我是不是在装其他的 我肯定选择是不装 然后他说 是不是启动VueCode Now吗 我启动 我先别启动 我先把它最小化 我看一下 我的桌面上 是不是生成了它的图标 哇 我这还得sign in 我先boostsign in 把它 关掉 没有给我生成图标 这不是微软的风格 我看一下 在M里面 没有给我生成图标 那以后我要启动它 该怎么启动 没有 这个有点奇怪 我找找 稍等 应该是Microsoft Microsoft 这都不是 这都是温时自带的 那找Vue难道说 这儿呢 OK OK 行了行了 那我知道了 好 那咱们试一下 启动一下 看什么样子 我是很期待 因为我还没有用过 我去 连接到你的开发者 需要连接 如果没连接 我选这个 Not Now Maybe Later 以后再说 行吗 可以 然后他说 让我选择 这个开发的设置 慢了 这开始慢了 通用 还是扎了胶本 我先来 其实我更喜欢 扎了胶本 咱先来个通用 然后选择 你的这个主题 这多余 亮 我不要选亮 一般蓝圈也喜欢 但是咱先来亮 好 启动 以后肯定能改 抗设什么感觉 有点慢 有点慢 就是感觉 真有种老朋友相见的感觉 不过他有语言包 我回头再装语言包 他肯定是支持中文 肯定支持多语 然后比如说 我选择 File New Project 我看都有什么Project 扎了脚本 Mobile Application 这个是Coldova 没说 刚才已经说过 然后Node.js 我看 Azure云服务 Azure云服务 就支持Node.js吗 我看 它可以建立 从Node 扣的进行建立 这不用 这是咱们现有代码 相对于说 这是建一个空的控制台程序 这是建一个Node Web程序 这是基于什么键 基于自己写HTB服务器键 我去 然后这是基于Express 没有问题 这是空的Azure 我知道了 然后看一下蟒蛇 机器学习 我去 这个是今后 我非常想涉足的领域 这个我准备研究一下 然后蟒蛇 还支持各种各样的服务 也非常的不错 然后TypeScript 这个是微软自己的 我其实装VSU的语言之一 就是说 今后我想再开一个TypeScript的课程 为什么 非常好 因为我做完了ES6的课程 接下来就是TypeScript的 对不对 OK 这个肯定是要 然后其他的解决方案 没有 Oh no 这个Online我就不先弄了 我把它关掉 我这提供了很多模板 我先把它关掉 然后我再重新再来一次 还是再来一次 比如说 比如说我想想选一个C Sharp 怎么没有 是因为我没有安装 是吧 换句话说 我现在不能够用C Sharp 来做一些个Web开发 那么我等于说需要再重新安装 那咱试试吧 比如说我装一个Node.js的 一个空的控制台程序 咱们看看什么结果 感觉有点小bug 刚才为什么OK按钮不让我按 正在生成 看看它和我用VS Code的管理代码的方式 有什么不同 它梦想给我生成一个Json 这感觉看起来像不像这个Intel 没有问题 然后这是一个 Hello World 咱们运行一下 开完Done.js 看来还真的就可以开发 它是开一个控制台运行 原来如此 但是我没有看到结果 然后这有个 大家请看 这还有个NPM的管理 它把NPM做成可视化了 是吧 比如说我现在想安装一个库 该怎么安装 这需要咱们自己去研究一下 这不 安装NPM包 咱们试一下吧 比如说安装一个 它出来 按照我安装什么包 比如说我安装一个Async 可以吧 出来了 2.61 然后咱们单击 然后这应该选版本 这做得非常好 这个看 因为我比较喜欢选的固定版本 这样的话来说 就算不会NPM使用的朋友 应该也能够使用 咱们装标准版 OK 咱们装标准 然后 选这安装应该是 装了没有 装了装了 OK 然后close 然后yes 2.0 然后它又会装扎进来 原来如此 这样的话 咱们就具备了这个Async的功能 而且都作为可视化 这么说 我感觉确实比 确实 其实比这个目录管理稍微好一些 我看看我装在什么地方 这个project放在了什么地方 project路径 请告诉我 在这个地方 原来如此 咱们打开它一下 试一下 大家请看 它比咱们传统的 node.js的目录 稍微多了一些 其他的文件 比如说它的工程文件 其他的文件都是一样 还多了 obj obj debug 我去 先让大家知道了 总的感觉还是不错 总感觉还是不错 那么咱们今后 可能是基于这个平台 再做一些个其他的 开发的话 感觉效率应该不会很低 下面我关心的就是说 如何再进行安装 咱们应该是 重新启动的安装器 可以进行安装 OK 那这期就不给您介绍了 好吧 我看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我感觉 Vio Studio真的专业版 还是挺好用的 而且知识功能也多 而且它是 All in One的开发平台 我觉得 作为您不想买 收费工具的朋友来说 您安装一下 这个工具试一下 我觉得 也许会给您一个惊喜 就说不定 好吧 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